高油价对于航空股的打击 其实我们已经在国大航空的一个半年的报告中可以看出 国大航空半年亏损达到6.6个亿 那主要就是高油价的问题 那现在看这个整个这个油价的预测来说 虽然在近一个月内有20%的回调幅度 但整体来说油价是处于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而且这样高的水平很可能是在09年继续维持 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那整个航空业和航运业的整个预测来看 09年也是并不是很乐观的 再加上奥运后热点的消退 所以整个航空股来说并不是很乐观